在这张壮观的火星全景图中,在画面中心右侧,靠近画面顶部的地方,奋进浩陨石坑的边缘在远处升起,火星这片广袤的红色大地以惊人的清晰度展示在我们面前。 奋进浩陨石坑,一个历史的窗口,奋进浩撞击坑,是这张图像中的主角之一。 这个巨大陨石坑位于火星的子午线高原,其直径达到了惊人的22公里。 在火星的地表上,这样的大型撞击坑像是时间的窗口,让我们有机会去解读这颗行星上的古老故事。 陨石坑的形成是因为数百万年前的撞击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改变了火星当时的地质结构,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曾经可能充满活力的星球的另一面。 基玉号的足迹 基玉号的足迹 就在奋进浩陨石坑的左侧,你可以看到基玉号火星车的足迹。 这些痕迹从地平线上方蜿蜒而下,延伸至称为毅力谷Perseverance Valley的区域。 这道痕迹承车在着基玉号的长期探索之旅。 这张全景图正是在毅力谷拍摄的,那里是一个东向下降的浅槽系统,从奋进浩的边缘延伸到底部。 这条谷地的长度约为两个足球场,基玉号沿着这条古老的自然通道,慢慢探索这片充满奥秘的火星地表。 毅力谷的名称也许不无道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形,而基玉号恰好是这段历程的最佳见证。 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可能暗藏着火星过去气候和水文系统的线索,等待着被人类的智慧解码。 火星车对岩石露头的调查。 当我们的目光转向画面中心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探索的重点,岩石露头。 这里是基玉号用机械壁上的精密仪器对岩石进行分析的地方。 这些岩石不仅仅是普通的地质样本,它们有可能包含着火星地质史上关键的一页。 科学家们一直对这些暴露在外的岩层充满兴趣,因为它们可以揭示出这颗红色星球上数百万年来的环境变迁。 在画面中心右侧的另一处,也有一个岩石露头,距离相机大约七米。 基玉号曾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研究,试图从这些古老的火星岩石中挖掘出更多的秘密。 这些岩石或许见证了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的液态水流,甚至可能是火星上曾经拥有的生命痕迹。 认识火星的蜘蛛 从这些景象转向火星南极附近,我们会发现一些更为奇异的地质特征。 这些特征是由火星的季节性霜动所雕刻而成的。 每当火星进入冬季,其极地附近的高纬度地区便会覆盖上一层厚厚的二氧化碳霜,这些霜可以厚达一至两米。 当春天来临,火星表面的温度逐渐升高,这些二氧化碳霜会升华,从固态直接变成气体。 而这个过程会导致双家的气体开始活动,移动火星表面的灰尘和物质,甚至会侵蚀出一些通道。 这些通道形成了各种独特的结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结构被昵称为蜘蛛。 这些蜘蛛状结构的命名来自于其形态,因为许多通道汇聚在一起,呈现出多比蜘蛛的样子。 这些结构在火星南极地区尤其常见,它们让人联想到地球上的某些冰川活动。 但与此同时,这些蜘蛛也展现了火星环境的抑制性,这是地球所无法完全模拟的。 维多利亚云石坑的壮观景象,再把目光转回火星的另一侧,我们会来到位于紫武县平原地区的维多利亚云石坑。 这是一个直径约800米的撞击坑,深度达到75米。 这个陨石坑是基环号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地标。 在基环号漫长的火星探索中,这个陨石坑成为了其探索的最终站点之一。 经过21个月的行驶,基环号于2006年9月26日抵达了这里。 维多利亚云石坑的边缘十分壮观,其凸起的边缘高度约有5米,由1至2米高的岩石组成, 而在边缘的顶部则覆盖着厚达3米的喷射物。 这些喷射物可能是在撞击时从地表下被抛出的物质。 这也让科学家们得以进一步研究火星内部的结构。 沿着火山口的边缘,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露出的岩层。 这些凹筋的凹式和海角内的岩层揭示了火星大气和地质作用,如何塑造这些独特的地貌。 在岩石露头的长度上,还分布着白色的流氛钙框脉。 这些矿脉和赤铁矿交织,形成了火星地表那独特的色调。 探索火星化学反应的秘密。 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矿脉时,还能发现微小的不规则形状的光斑。 它们分布在岩石的表面,围绕着黑色的物质,就像地球上的爆斑一样。 这些斑点并不是普通的岩石现象。 它们其实是因为赤铁矿的化学反应而形成的。 当这些矿物经过特定的化学变化时,原本的红色岩石会变成白色。 而这一过程还可能释放出铁和磷酸岩。 这些物质不仅仅改变了岩石的颜色, 它们还有可能成为微生物的能量来源。 科学家们对这些与地球微生物相似的化学痕迹充满了好奇。 这是否意味着火星上曾经存在过生命, 或者至少有过适合微生物生存的环境。 斑点两侧的白色结构, 还点缀着绿色的橄榄石晶体。 这些晶体通常形成于熔岩流中, 它们的存在或许揭示了火星过去的火山活动。 然而, 橄榄石是否与这些豹斑同时形成, 依然是一个谜题。 火星上的沙丘与波纹 继续深入探索火星图像, 我们会来到火星上的沙丘地区。 在这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尺寸的风刻波纹。 较大的波纹显得更加粗犯, 有着明显的精华横线, 而较小的波纹则显得更加精致, 庞扶式被微风轻浮而成。 这些大波纹约有三米宽, 在地球上, 我们从未见过类似的波纹结构, 它们是火星上独特的风雕塑品, 展现了火星大气层中风的力量与地表互动的痕迹。 这些波纹位于巴格诺德沙丘场, 这片沙丘在火星的夏浦山西北侧形成了一条暗侧的沙带。 夏浦山, Montshare, 是一座高达5500米的壮丽山峰, 位于火星的盖尔坑中心。 这座山峰的行程本身就充满了地质学上的奥秘, 并且成为了号气号火星探测器的重要探索目标。 火星上的神秘云层。 在火星的天空中, 云层是一个罕见的景象。 这颗红色星球的薄薄大气层使得云的形成变得困难。 然而, 当云层偶尔出现时, 通常是在火星赤道附近最冷的月份。 这些云多由水冰组成, 但在这张图像中,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云层很可能是由干冰及二氧化碳冰构成的。 这给火星大气增加了更多的神秘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星上的小山脊 这条小山脊长约一米和周围那片较为平坦的地面比起来显得更加顽强, 似乎对火星的狂风有着更好的抵抗力。 这样的差异正是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夏普山脚下选定的观察目标之一。 你看到的这个山脊 位于帕兰普山的路透区域, 它构成了整个山脉基底的一部分。 而NASA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则为我们带来了一幅惊人的画面。 这是一个直径16公里的陨石坑, 其中裸露出层层岩石, 它们以柱状结理的方式破裂开来。 这种奇特的裂缝是当熔岩快速冷却收缩时形成的。 科学家推测, 这里的熔岩可能曾被水淹没, 导致它们迅速冷却, 从而产生这样的结理构造。 这些柱状裂缝看起来和地球上哥伦比亚河玄武岩群, 克罗拉多高原等地方的岩石纹理非常相似。 奋进云石坑边缘 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向奋进云石坑的边缘, 右侧有一个显眼的凹口, 这里也留下了机遇号火星车行驶时的车轮痕迹。 这条凹谷正是机遇号长期探索的主要目标之一。 它从陨石坑边缘向下延伸, 消失在湿野尽头, 沿着内坡一直延伸向东方。 科学家们认为, 这个谷地的形成可能与水的流动、 水润滑的碎片或风的侵蚀作用有关。 从图中, 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古老的特征, 像是水、冰或风流经这片地区时留下的通道痕迹, 凹口甚至可能是曾经的一红道。 结语, 新的探索视角。 这些最新发布的火星图像不仅是火星的地貌图, 它还展示了人类对这颗红色星球持续不懈的探索精神。 从火星上古老的陨石坑, 到机遇号和好奇号的足迹, 再到那些神秘的地质和气象现象。 这些古象凝聚了科学家多年来不断进去的努力。 每一个细节, 每一条痕迹, 都带着火星上的故事等待我们去解读。 在未来, 随着更多的探测器到达火星表面, 或许我们能解释出更多这颗星球的秘密, 甚至解答人类自古以来关于生命的最大疑问。 我们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